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对杨过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她就是小龙女 小龙女初期并不显出武功 但是她武功之高其实要比黄荣高上许多 而且在战斗智商上不比黄荣弱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小龙女的武功 以及她和黄荣的比较 16年后的小龙女实力究竟有多强呢 原文并没有对其多加叙述 不过16年前的小龙女 论实力可能已经胜过公孙芷 金伦国师不比球千任差了 公孙芷和球千任都属于仅次于武爵的高手 而金伦国师已经勉强达到武爵的水平了 可是她们却都不如小龙女 由此可见小龙女实力有多么的厉害了吧 当然啊 小龙女比这三个人厉害 也不是阿浪乱说的 在神雕侠里原文中 小龙女和这三个人都有过交手 比如说金伦国师就曾和小龙女 在全真教游过一战 这一战开始两个人是一对一 后来金伦国师不敌小龙女 眼看就要命悬一线了 最后还是蒙古三杰 怕小龙女杀了金伦国师 转头对付他们 所以联手打小龙女一个 这一战把小龙女衬托得犹如战神一般 完全单方面吊打了金伦国师 为何小龙女会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她机缘巧合 学会了老顽童的左右护伯术 以前要使用玉女塑星剑法 还得和杨过双剑合臂 学会了左右护伯以后 小龙女一个人就可以使用出了玉女塑星剑法 金伦国师完全不是她的对手 而玉女塑星剑法本身的原理 在于双剑配合 绝无破绽可循 如果说情侣联手版 玉女塑星剑法 仍然可以用遗魂大法这类功夫 去击破克制 可小龙女的单人护伯版 玉女塑星剑法 则将这最后一道缺陷也补上了 小龙女的双手护伯 玉女塑星剑法 尾时是逆天的存在了 原文描述 直接就是晚四两大高手 联手进攻一般 这就直接说明了 左右护伯下的小龙女功力 堪比两个高手 还有和公孙芷交手 绝情崖上 小龙女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独占公孙芷 还帮杨过讨回了办眉单 可能有的读者会说 当时杨过与黄荣 用言语帮助了小龙女 这个是事实 可是若小龙女不是身受重伤 恐怕公孙芷也不是她对手吧 十六年前的小龙女 已经如此强了 差的也就是内力而已 小龙女内功心法很强 但是她的真气内力表现 就弱很多了 原文中就说过 小龙女吃亏在内力不强 见招的劲道 不能荡开对方兵人 若能与这三人的真理大致相仿 三人早已手遇不住 除此之外 小龙女的内功路子是速度型的 速度的本质是内力 三杰即一招的内力 明显大于小龙女一招的内力 但是三杰发出一招内力时 小龙女已经发出三四招了 原文描述 古木派武学修行内功之法 与一般武功大义 内功见高 学者只身轻足见 出手快捷 于常人发出一招的时刻中 可连发三四招 但招力却并不相应而增 盖清洁与厚重相对 既求清洁即不求厚重 厚重若得 清洁便需相应舍离 这里也说明了 速度的表现形式 就是出手快捷 身法灵活 轻功迅速 所以小龙女的内功 只要达到了五绝三成水平 速度就可以与五绝常态 速度差不多了 但是内功即使达到五绝水准 速度也不会明显强出五绝水平 因为人力有劲 但是持久增加了 古木派内力使速度涨了 但内劲减弱 难以伤人 所以手持双减 相对就补足了内劲差的缺陷 雪地 小龙女求千任比清宫 周伯通也顺便参加 三人的清宫一个水平 但是小龙女因为内力不行 不能吃酒 之后求千任也因为内力不足 而脚力下降 如果周伯通不帮小龙女作弊 而是自己跑 周伯通自然第一 速度型的内力武功 还有一个特点 驱退弱神加成 大于跑步 小龙女伪一笑 均是如此 但以速度 两人均达到最高境界 但是小龙女出战啊 实际上打不过好大通 伪一笑 也是略弱双十阴天正 但是反过来 速度快 意味着净力弱 好大通 都可以以慢 打小龙女的快 伪一笑 也胜不了 也胜不了 杨潇 这么双手 护博拨招式完全无用 全靠内力硬碰硬的干啊 低于武爵的耶律奇等人都有身陷重围 显向还生的描写 读小龙女打全场乌鸦力 正常表现完全不输武爵 可见 十六年后的小龙女 内力修为 已达到了武爵的层次 所以推测 如果当时是小龙女 代替杨过上高台对金轮 可能比杨过更加轻松 杨过时没有带剑 只能以独臂掌力 对金轮最强项硬碰硬 而双剑小龙女 招式上是金轮可兴 又内力大劲 以己之长 弓比之短 拿下金轮无压力 所以说 十六年前的小龙女 准武爵水平 十六年后 内力达到 已经是妥妥的武爵水平了 有些人说 黄蓉能在比武过程中 用智商战胜小龙女 小龙女是纯真 并不是傻 而且她本身属于女子 并没有那些 大男子主义的要面子 无论是暗器 黑手 懒驴打滚 都能用得出来 她的战伤啊 其实是属于点满了的 这小姑娘打起架来 一向是不符合人设的消化 典型的呀 是实战主义战士 我们一一来看啊 小龙女出登场 就是用御风 这个大声化武器 无论是秋楚姬 还是郭靖 都很懵逼的 打不过秋楚姬 就很明智的溜了呀 原文写的是 只这一招之间 她已知 秋楚姬的武功 远在好大同之上 自己的御女心 精卫曾练成 实事胜她不得 当下将断剑往地下一掷 左手夹着孙婆婆的尸身 右手抱起杨过 双足一蹬 身子腾空而起 轻飘飘的 从墙头飞了出去 而且 还有她不在乎江湖中的规矩 比如 对于武林晚辈出手 就得让招 这种压迫人的规矩 小龙女向来是无视的 原文写道 按照辈分 乌大同高着一倍 小龙女动手之际 本该尽重长辈 先让三招 但她一上来 就下杀手 与什么武林规矩 全部理会 而且 她的战斗直觉 很厉害 大圣关一战 打金伦的时候 金伦到眼前 无计可施的时候 直接以命搏命 逼金伦收手 危急中 抖动手腕 绸带直绕过来 圆球直打 法王脑后正中的 风驰雪 这是人身要害 任你武功再强 只要给打中了 终须性命难保 随后 更是不顾风度 伏低身子 向后击寸 小龙女能躲开 金伦法王三招杀手 后来实在躲不及了 金伦呢 在面前晃来晃去 也从未出现过 花容失色 惊慌失措 在杨过的帮助下 成功逃生 不说武功如何 这心理素质 对比一下 黄荣的表现 真的是远胜啊 更别提后续 用御风针 对金伦法王的 彩雪珠 以及后来 重阳宫大战 利用天罗帝王 试将满地废剑 变废为宝 还是那句话 换任何一个 心理素质稍差的人 在被半一跤时 多半是左脚踩右脚 打出死亡结局了 就算不败 满地长剑 对于施展轻功的人而言 也是个不利的地形啊 其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小龙女能变废为宝 把满地常见这种障碍物 转化为诱敌的进攻武器 这就是战斗素养高 反应敏捷的最好佐证 所以 黄荣打不过小龙女 而黄荣唯一战胜小龙女的方法 只有用杨国的性命 或者前程来进行要挟 不信啊 你看黄荣劝小龙女 离开杨国那两次吧 第一次是因为不想让杨国神百名列 第二次是通过自己失踪的方式 给杨国留下希望 让杨国乖乖克要 但很抱歉了 到了后期 天下任何一人 都不能要挟神雕大侠了 所以综上来看啊 小龙女的武功是武爵级别 而且因为女子之身的缘故 小龙女很少要什么面子 一切以实战至上 这点也是武爵们 死要面子活受罪所达不到的 所以小龙女后期啊 妥妥的武爵水平 而且啊 是实战至上的武爵 她是不是实战第一 咱们不知道 但论实战 搞不好啊 比男帝要强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